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开这个苏联的科学家 其中一位就比较少人知道的 就是这个Zorys 阿弗洛 其实我都不懂的 不过是你给我回击百分我才知道 但是他拿了诺布尔奖 他是2000年的诺布尔奖 就是一个很近年 但是当然他的创建就是很早年 就是苏联时代的时候已经奠定了 骗立了 那为什么要拿他出来说呢? 其实我自己很记得的 公元2000年的时候 我就刚好我在中大物理系毕业 因为是千禧年 所以大家在颁诺布尔奖的时候 也都很想颁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 就不要好像我们讲那些什么宇宙学 很绿绿 很理论那些东西 而是一讲出来 大家立刻明白到 是啊 影响很大 果然是一个千禧年级数的诺布尔奖 那是有种这样的心态的 那年有诺布尔奖 所以如果你看回那个诺贝尔物理学长 他颁诺就很有趣 就是他颁诺给这个集成电路 还有他有几个人去分 其中一个就是 他颁诺给一些很影响到今时今日 在那种叫做电子运算研究器件的那种 发明的那些人身上 其中有一些就是说 他开拓了 令到这个集成电路变成可行 那就有其他两个人分了一个奖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的奖 就分了给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类 那其实他应该是苏联籍 如果以前的话 就是的物理学家 那他的创建就是说 他能够去 他的研究 是令到推进这个微型的电子器件 有巨大的贡献 所以就颁诺贝尔奖给他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 诺贝尔物理学长整个历史上面 和物理学的距离最远的一次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基本上是电子运算 是那些叫做做半导体的东西 做电子 电子学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问我 可能那个Department 我觉得归Electronic Engineering的东西更加多 还有它是一个好像似乎工程学的问题是比较多 但是当然 这个电子学 未成为一个独门的工程学学物之前 它背后的运作原理最基本 就一定是归于物理学的发展 你一定有个物理学的发展 有人将这个器件做出来 再有人将这些器件能够弄到微型化 令它成为在一个电子元件里面有用的器件 于是才能够令整个电子工程学有个基础 而这个俄罗斯裔的科学家 Alfarov 他2000年获奖 其实就是这个方向了 他自己本身就在这个激光研究里面 有他的心得的 他当初去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为了发展这个未来世界的电子电脑 半导体技术甚至CPU的东西 他不是在想这些东西的 但是在他去更新去发明 去发展一些更加精进的激光技术的时候 他想到出来的那套方法 最后就在这个电子学里面大量使用 就令到这些这样的电子运算器件 就能够突然之间微型化得很有效 也都令到整个集成电脑变得可行 就是说这些这样的基础物理学的研究 对于整个电子工程 是有个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 其实由这里 我不是说要讲这个前苏联的那种研究 有多厉害有多厉害 而是很想趁着这个Alforov这个人物 又去回忆一下 其实苏联的搞的 苏联有尝试搞电脑的 它和美国搞的电脑 哪个高哪个低 又可以在这里借一些去请一请 都不用猜的 苏联的电脑 我又不记得有什么品牌 还有那时候你说电脑技术 第一个当然是英国 Turing 就是从我概念上 第一代的电子电脑 它也有山的力行 跟着就到美国 但是很不幸地英国就 因为陶玲它自己本身同性戀 结果它从这个劍橋去了曼城之后 就被发现了一宗恶 它和同性戀者有意 就是被人老狠 就被人查到同性戀 就跟着去自杀 那我去伦敦的时候 我去曼城的时候 我特意去曼城那间研究室那里 去拍照 跟着到美国 美国的发展的动力就是 在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方面 它们需要很大的计算量 甚至是太空计划 太空计划 那美形化就应该是太陽神计划 因为譬如放个计算机 上去太空船那里 它当时就想到怎么样 结果就后来变成文庸 那这个跟太空计划本身有关 但是你想想苏联 我不说它没有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想想它整个 你想想到什么东西 跟它们那个电脑发展有关 但是军事科技它们的发展很厉害 那没人知它们在整个科技的发展 很不平均的 是的 我同意台长的说法 就是美国它最后 这样说 大家开头做一些很能够密集 有效的运算的元件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一个军事用途 譬如图灵整个就是军事解密的用途 那到美国它去整的时候 也是为了去运算 当时是计算原子弹当量的用途 另外就是要去做这个资讯的传书 遥距的传书 就是当时第一代的email 或者这样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运算元件 帮你批判哪些输入去输出 将这些资讯传来传去 就是它这件事和整个资讯传书系统 就是整个computer engineering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和整个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是要同步一起去做的 那苏联它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所以它当时尤其是在二战后 它也有开展了它自己的电子运算项目 但是很多时候它的目的很简单 也都是拿来帮助去运算一下 原子弹的东西那条数 另外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做的那些器件 是纯粹为了通讯器件去服务的 就是譬如说 如果你说以前那一代的收音机 而且也是我们很多集前 讲的Richard Feynman的护士 他整的那些收音机 是里面有很多真空管的那些膽 在那里 我们俗称叫做膽 但是里面有一个真空管的结构 在那里 那这个可能大家有玩音响 大约会听过 就是要这些真空管的结构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些 你用真空管的结构 就是一些可能是一些二极管 三极管的那些东西 有玩电子的人会知道 二极管三极管就是一些 好 你能够控制到电流的流向子 可以由一边流去另一边 而你要相反方向流去 就是极难的一样东西 而这个东西 未去做到微型化之前 基本上就要靠真空 真空的一边 你有一个很热的灯丝 你去点着 令到有些东西噴出来 于是热一点那边 就有能力把东西噴到那边 但是那边冷的那边 就没有能力把东西噴到那边 就是很粗疏地又这样说了 你二极管三极管都好 里面就有一定的机制 令到里面那些电流的流向 只是限于某几个方向而已 而正正是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种 一种懂得去做一些决定 和懂得去做一些运算的能力 其实就是由这里来的 所以最初代这些电子电脑运算的元件 很多这些电容 很多这些二极管 三极管的结构在配合 那你一有构真空的东西 那构真空的东西是要押住一个空间 所以你做出来那些东西 你能够细极有限 直到什么时候呢? 那这里就不得不提 这个Alfaroff 他自己本身的其中一个研究 当时不只是他有份去发明这件事情 但是他算是最早的一批 就是他想到 你要做到二极管三极管这些效果 你不需要用到真空管来做 你可以用一些很普通的 在元素周期表里面 第三组至第五组中间的那些元素 将它夹成为一些威化的结构 一层硬一层 将它摆成一个排列 一种我们叫Heterostructure 这种结构 就是一阵是一种物质 第二阵是第二种物质 第三阵也是原先 就做成一种好像面包夹 就是腿蛋字那样 这种二极管三极管的结构 是等价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现在看到那些LED 发光那些 它就是一种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就是一种你不需要有真空的范围 它里面只不过有一些半导体物质 就是合理地排列 接着你就能够做到这些二极管的效果出来 但是这个Heterost 更加了不起的就是 它那种研究是用来摆在 它不是 它最后的研究 也都有利于这个LED的开发 但是更重要就是 它能够帮忙 想做出一个 是可以不停的 源源不绝 发射激光的一个壮子 所以它 而这个是可以很微型化的 就是你说今天那些Laser pointer 那么容易去一按键 就那些激光一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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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就是要有多多Aerop的贡献在那裡 而这些这样的元件 也可以很容易摆到 在这些电子运算元件成为一个 令到光都有份参与 这个运算过程的一个元件 所以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說它想頒給一個人所皆知實用性很高 影響大眾生活很深遠的一個研究 而這個研究是要基於一個物理學家去發現的 於是頒給了這一堆這幾位 那Alferov是其中一位 但是這裡說回頭了 蘇聯當時給它的環境在研究一個激光 而這個激光是一個源源不絕的激光 但是你看看這件事怎麼能夠放進電子電腦運算那裡 你發覺蘇聯在這個過程中幾乎空白 甚至乎你看看這個蘇聯去嘗試發展自己的 這種半導體運算技術的歷史裡面 你看不到Alferov的新影物制 因為它完全是屬於應用物理那邊 它不是想一個 我想多一些圖靈當時想一個數學問題 數學解密的問題 但是後來你發覺對於那個電子電腦運算 computer science 影響深遠 而Alferov有一點點的東西 就是它對付一個半導體應用物理學的問題 但是它最後出來 它甚至是想發明一件事是一件如言不絕的激光 但是它最後出來就是對於整個電子運算影響深遠 其實就是這樣 不過就不可能一個人想了所有東西的 問題就是你整個的制度 你可不可以一個人想了一些辦法出來 啟發了另外一些人 搞了另外一些東西出來 美國很多這樣的東西的嘛 是的 而且美國這個智慧是放在民間那裡 其實美國很長時間在二戰後 都是由這個國防科技去主導了 這些這樣的半導體和電子零件運算的那個技術 但是同一時間它容許民間參與是非常之容易的 譬如很簡單 你因爲要解碼 所以你就徒靈機器 於是大家要弄 那弄就弄到國防部有就可以了 但是後來不是哦 我要計算原子彈 那除了一方面你有一個好的物理學家 跟你找個原筆計之後 那你也都要自己弄一些電子電腦運算 可以令到你做一些模擬在背後 令到你的運算可以快一些 再不止的就是去到太空時代 你去計算導彈的軌跡 和太空船的軌跡的時候 你有一個這樣的電腦運算 你就整件事你去模擬去run一下 你會準確很多 你的危險係數少很多 蘇聯它意識到自己有 要弄一些這樣的運算機器 當時也沒想到一定是電子化的 最初還是機械化的 即是說到40年代尾的時候 都弄一些機械運算 即是你說有很多齒輪 轉一下轉一下 其實就算逃兵 最初也有這樣的意味在那裡 但是它就多了 就是你發覺由於一個索機械 變成很多的電子元件 最後就是完全電子元件 是吧 一個這樣的過渡過程 蘇聯他當時就為了去 他有一部機器去計算一下 第一個上太空的太空人 加加勒 他的軌跡 於是蘇聯就要特意 要弄一個這樣的運算機器去做 但是都是很粗疏的 甚至乎裡面很多技術 應該還是在真空管的那個level 就不是去到那種半導體技術的 也都不能談得上什麼微不微型化的那些東西 而同期的時候 美國也都由整 你會比較到民間的約程度高很多 其中有一點可以看到就是 原來斯大林曾經去講過 說電腦這件事是資本主義的魔鬼產物 於是在斯大林時代 是那種電子元件運算這件事 是很不發達的 很不被鼓勵的 這件事什麼時候翻身呢 就等到黑魯妙夫 所以真的蘇聯叫做有些人去 用一個應用物理之名 去開始做一些東西 去有利於電子元件運算 是要去到這個黑魯妙夫時代 才開始出來的 糟糕了 你就被人 有一個head start 人家十年了 那裡 所以這個也都體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國家領導人的科學的常識 去到多少 隨便一句出來下面全部都跪下來 不過同樣的問題在英國都發生的 是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 就是他們要將這個電腦 當作一種國防機密 是優雞業決定的 所以二戰完了之後 其實它燒了一部機 你再加上屠靈死了 就基本上是去 武林美急燒了 是的 不是 它連檔案也燒了很少 是的 結果你民間企業 你都又是要從頭開始 人家搞了 你看到人家的成績了 你才搞了 這個我覺得啟示很大的 甚至我會覺得甚至到現在呢 不同政治制度裏面都出現這個問題 是的 你擺錢在哪個項目上 現在 晶片 貪科技 可能最後決定那個人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的 國人 是的 我們還沒講到美國和蘇聯最後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裏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好像計劃經濟適合 由上面有一幫聰明人決定你要做哪個 哪個多些分定 哪個少些分定 但是去到美國呢 一件最有趣的就是 你知道它那種鼓勵人家發明拿專利權的制度 這件事你如果看回歷史 我會認為是決定了這個美國和蘇聯 在當時那個電腦技術發展的高低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當時很多的民間 你可能有很多的新發明 可能我是弄一個收音機 弄一個更好的收音機 然後我就要弄 或者我又想弄我的運算元件 可以幫我專門計算這件事的 我不是用來去計這個軍事用途 但是我想用來弄一塊東西出來去計算TK的 怎樣都好 或者我是計算倍率的 可以幫我怎麼投資的 其實就有人去弄這些東西的 也都有人去拿專利 但是當你有些人弄成功 有些人弄成失敗 不同的東西那個制式之間怎樣溝通呢 你弄了這塊東西 收發的機器 你那個插頭 你那個制式 怎樣去將這些數據配進去我這塊東西 你說的運算的時候一定是有個數據的制式 那個數據的制式不只是在說數據軟件上的制式 是硬件上的制式都要說的 這些如果講到大家熟悉的那一行計算機工程那些人 大家就會知道 大家原來談整個未來下一代新制式那個會是很重要的 而那個會侵哪個玩不侵哪個玩 是很重要的決定你成不壞的 那譬如我們講下一代 譬如我記得一年都提到的 什麼USB 那個下一代的USB 那個制式 或者是什麼下一代 什麼叫5G 那個制式 大家那個通訊標準 大家是怎樣可以做到你發明的那件事 我最後發明的那件事 大家是組得在一起 有個協同效應的那件事 是大家一早去談定去制定了 是在說超前地去制定的 你譬如說6G的技術 中國想定義6G的技術 但現在大家開會不侵中國玩 那整個遊戲已經是決定了成不壞了 而美國就是在這裏 它因為它的專利權制度 大家需要去溝通 然後大家協定了一個的制式 一個那種硬件 軟件 合併的一個制式 令到最後一些東西 大家不同的模式可以組成出來 是直接促進了整個美國的商用電腦行業 即是你去到80年代 即是七、八十年代美國有那些 即是你Steve Jobs的故事 IBM的故事 家用電腦 去到蘇聯是在說80年代 哥爾巴喬夫時代 才意識到原來美國已經有家用電腦這件事 接著它在1984年的時候 也有樣學樣見 人家入了一個IBM回來之後 就立刻在蘇聯抄一部出來 自己弄自己制式的家用電腦 當然蘇聯那時候去到蘇聯滅亡的時候 以前賣出都不夠 都是賣了幾萬部 可能都不是賣出去 只是派在那些單位那裡用的 其實就是 令到想到就是 我曾經有段時間 我以為蘇聯改圖技術很厲害 意味著背後那種電腦運算技術很厲害 原來這件事不是很對 如果你說以前蘇聯改圖技術厲害 原來就只不過他們那幫藝術家厲害 那幫工匠鏡 實際上他們改圖的方法 不是去到Digital的Level的 是去到 但是又這麼說 就是這些國家抄襲學習是非常快的 到了1984年第一次接觸到美國那種 家用的雙龍電腦之後 他們自己很快就弄了出來 然後在1987年就比起美國更加早 弄了第一套的改圖軟件 就是那個將改圖技術去數碼化的技術 的確是蘇聯第一個弄得出來的 但是它也是要吸收了 在80年代初吸收了美國人的那些 已經是很精進的 當時很精進的電腦產品之後 之後才能夠自己去弄出來的 另外一件事他們都很威風的 就是這個hacker的技術呢 現在東歐都是領先的 表面上的 不過呢 剛才你說的很重要的東西 不是很多人會提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美國基本上在所有 就是科技的項目上面 設定制式這個範圍呢 是完全是控制了的 而你想回到當時蘇聯 第一 他沒有這樣的意識 他覺得要設定一個這樣的制式 他覺得所有東西就是為了 我們的軍事太空競賽用途 沒有想到這些東西可以 民間的力量這麼大的 偏偏就是由那種在美國那種 政府商業機構民間之間的互動 就令到這件事是快了很多 就是我也都會說就是原來 我現在看回這個電腦科技的歷史發展 就是你問我制定制式這件事 對於我這行外人來說很悶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整個美國和蘇聯的比較 你會覺得完全是決定成最有關鍵的一步來的 是 你很多科學師人沒有說這件事 科技師人沒有說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正義制度的問題來的 你是一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 你怎麼會相信一個民間企業呢 你怎麼會被這些民間企業 同樣的問題現在都在相關的國家正在發生的 所以你聽這個節目如果有一些 有些相關的國家就是 不是的 我都相信民間市場經濟的力量 我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到了三低月回來上一大的時候 你就割韭菜 那你其實就等於我做過了 還有你不會放手給人搞的 是的 你不會放手給人說你玩得怎麼樣也好 總之我們看過有多少錢賺 他不會這個東西就是因為這就牽涉到那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是的 蘇聯當時都應該犯了同樣的錯誤 其實我們講的 史達人不懂科學嗎 是的 他不懂科學但是他可以管科學的東西 這個就是致命傷來的 是的 我繼續重複歷史的 你看到SpaceX 那你美國就不懂這些民間的機構 我管你是不是Elon Musk 民間的機構你喜歡搞上班 你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這樣的 是的 你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這樣的 喂 我給你弄些火箭 那你用什麼你找些火箭射我 但是的確他們無論上下太空 是有他們的制式在那裡 有他們的protocol在那裡 是不是 現在他們有份定義這件事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由那個政治制度 我都講了幾集這些蘇聯時代的科學家 我不會認為就是說 蘇聯的科學家會是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科學家重 甚至乎有些人很厲害 像美國的都爭不上 甚至乎你問我就算去到亞洲 日本的科學家 中國的科學家 他們那種智慧的程度 我亦都覺得很獨當的一面 但是最後我發覺就是 在那種社會制度裡面 原來是有一個都挺決定性的因素在那裡 尤其是原來今天我們見過幾次 這些科技革命的關頭 是原來看到那個社會制度的影響 是啊 那麼很不幸地就是我們看到而已 但是有些人仍然看不到嘛 那這個是一個 他看到 但是依然堅持自己想一套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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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